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2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秘市省再次迎接連場大雨 再去或會再出現山泥傾瀉和水浸 公安廳長說 運油等船將會抵達大溫 黑色星期五 吾好南下購物 不獲檢測檢疫豁免 兩個省屍頭街上兜售 溫國華市警接獲沉室主 天氣預測再次出現警示 秘市省將接連受到兩場暴風雨的侵襲 或會令受災區域的災情更為嚴重 AQ Weather預測 第一場風雨將會在今日稍後時間 由西北太平洋入侵 溫國華等西岸地域將會再次出現大雨 到了星期二 來自美國西南部的一股低氣壓 將會與第一場的風雨互相結合 令大雨變成暴雨 帶來新一輪的山泥傾瀉和水浸 預計大會會一直延伸到今週末 而溫暖氣候的持續 只會加速山上積雪溶化 導致水浸進一步加劇 經過年日搶收 Albeswad 昨天已完成Suma Stack 靠近No.3 Road-8崩塌部位的 臨時堵塞工程 希望可以迎接 預計在星期四來臨的另一場大雨 碑士公安廳長范黃庫今天透露 有多艘運載汽油等船 正由美國趕過來碑士 希望可以舒緩大溫汽油的緊缺 CBSA昨天宣布 碑士省省民南下美國購買必需品 例如汽油和食品 在返回加拿大時 將可以豁免檢測和隔離檢疫的要求 范黃庫今天要求省民 不要在黑色星期五南下去美國購物 因為是不能獲得豁免 CP鐵路公司宣布 在23日星期二前 連接Camp Loops和溫哥華的列車交通開始啟動 而另一家鐵路公司CN的列車 究竟何時能通行 仍未有消息 據估計 亞省等地有數十萬噸的糧食 因為鐵路截斷 而不能運到溫哥華 碑士省過去3天 增加1052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本省累計個案增加至215,688宗 住院人數有337人 115人在ICU接受深切治療 碑士省3天有10億萬 累計上升至2,303人 碑士衛生官員 預計會在明天星期二下午1時半 公布5至11歲兒童接種疫苗的詳情 碑士全省有35萬名兒童 屬於這個年齡段 其中有9萬名已經登記接種疫苗 溫哥華市警 在溫市中心東端 喜事定東街發現有人售賣武師的服裝 當中包括2個獅頭 警方相信這些物品是裝物 被人盜取了之後出售 呼籲物主或知情人士 致電6047172726 和警方聯絡 隨著本省經濟和稅收復甦 財政赤字預測 已經由97億元 降至17億元 被施省財政廳長羅品珍 今天發布第二季度的財政預算 說就業市場復甦仍然在繼續 在10月份增加了超過1萬個工作崗位 而8年1月的暴雨對本省所造成的損壞 維修成本將會在明年2月份 發布的2022至2023年財政預算的時候估算 有分析說 本省發生的大氣塵河流 是加拿大史上最昂貴的天氣事件 羅品珍在會上表示 毫無疑問將會非常昂貴 維修成本 包括重建高貴哈拉公路在內的主要道路 支持受災農業和支持梅里特 和普林斯頓等疏散了的社區 截至9月底的數據 被施省的赤字預算是17億元 比2021年4月預計的97億元大幅改善 主要是因為 來自個人和企業的所得稅收入高於預期 零售業的業績和房地產的活動增加 以及能源收入高於預期 洪水和極端天氣的影響 並不是本省要面對的唯一問題 通脹上升 供應鏈壓力增加 以及疫情的後續 都將會繼續影響經濟復甦 在大陸市合共23個場地 國際足協又選出16個城市來主辦這次世界杯賽事 加拿大除了多倫多之外 還有兩個城市 就是愛蒙頓、Edmonton和滿地河 競逐比賽場地的在多倫多是位於CNE的标模場地 如果能夠拿到主辦權 這個場館會擴大容量 去到最少可以容納4萬5千人 市長莊德利說 對於多倫多來說 擴充這個場地並不存在困難 安省運動廳長默克勞德說 如果多倫多能夠成功主辦世界杯的部分賽事 預計會帶來的經濟收入是會達到3億3千5百萬 有這樣的收入擴充場地又怎會有困難呢 加拿大國會今天復會 親身出席國會的多名聯邦保守黨國會議員 都出示了他們獲得醫療豁免不用打疫苗的證明 聯邦政府眾議院領袖霍蘭就說 這個比例在統計學上是不可能的 霍蘭緩引安省首席醫療官的評估說 每10萬人大約有1至5人會合資格得到疫苗豁免 原因不一 譬如是對疫苗某種成份有罕見的嚴重過敏反應 聯邦保守黨這麼多議員都能獲得豁免證明 難道他們很多人的健康都有問題 歡迎收看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溫哥華明天11月23日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主要晴雲雙間 會吹每小時30至50公里的西風 下午稍後時間風勢會緩和 溫度最高有9度 晚上間中有雲 溫度最低只有3度 區域法院法官念錦雄今天在判處一宗暴動案的時刻說 前年反修例期間引以為傲的和平示威演變為暴力 在10月升級至到不對等的內戰 他說從歷史軌跡可見暴力可以衍生更多暴力 連官斥責案中被告行為自大自私挑戰法律 被告被裁定一項暴動罪成判監兩年四個月 前年7月14日的沙田遊行之後演變成警民衝突 一個29歲的殯儀從業員涉嫌在新城市廣場 向警員訂交水樽 當晚中庭有約50個示威者包圍警員 並訂雨傘、水樽等的雜物 警員已頓排抵擋有3名警員受傷 片段可見在晚上9點幾 有人鏈傳遞水樽 而被告賴俊諾曾經舉起水樽 他在事後被捕 警戒下說他進去沙田但沒有做非法事 被告之後承認片段的截圖是他本人 不過他把水樽扔在地上 因為被市民阻礙未能向前行而發洩 法官根據法刑和梁孩等的特徵依著 裁定被告即是片中的男子 他是向上扔水樽不是向下扔 連官說事前有很多人扔東西 被告從群眾入面衝出 是有目的感向警員扔水樽 他之後回到示威人群入面 揮手示意顯示默契 是有共同目的並不是孤狼式襲擊 被告因為在暴動現場破壞社會安寧 所以裁定暴動罪成 最近天氣轉涼大家多回很多室內活動 如果在室內見到有人戴入呼吸氣罰的口罩 就最好小心點 因為最近香港指定隔離酒店之一的富豪機場酒店 就有人因為戴氣罰口罩 令到同層對面房的住戶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公佈富豪機場酒店 出現走廊傳播新型冠狀病毒 兩個住在同層對面房的確診者 最新病毒基因排序完全一樣 顯示他們是互相感染 到場調查的港大微生學系港座教授 袁國勇指出 住在511室的印度籍男子開門的時候 一半時間沒有戴口罩 即使有戴口罩 都是戴著俗稱自私口罩的氣罰口罩 結果病毒可以噴出來 再加上走廊的空氣靜止 令到住在對面房的住客受感染 袁國勇勸所有人不要用氣罰口罩 當航空公司、機場、檢測或酒店人員 發現有任何人用這副口罩 應該即時要求對方改用外副口罩 他又建議富豪機場酒店 在走廊增加空氣清新機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中監何柏良就解釋 氣罰口罩主要是用來過濾塵埃 但如果有人受到感染 則變相貨毒 他提醒大家做過盡責的香港人 呼籲不要戴這款口罩 而保障他人 鄧川政府情面清出本案 將會在比賽台 由十二月五號起 同星期日晚八點半播映 這邊 這邊 謝謝各位 好 看看這個 馬上來興公宴 但一會兒要早離開 所以先跟大家聊幾句 好 謝謝你 還有鼓勵一下小朋友 小朋友今天不太舒服 我需要不要讓他認識一下 誰不認識 Gigi 沒有來到嗎? 他病了 他病了嗎? 他病了嗎? 剛才? 是啊 因為他肚痛 然後走後的時候 不想撞到一個梯級 然後就掉了地 然後坐在地上 是嗎? 是 應該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其實我一直跟他們說 其實他們的轉變真的很大 從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小朋友 到現在 街外各個都認識他 又要上學 又有很多東西拍 你看看我都沒停過 又要抬起戲去做 又要拍這個劇 其實拍這個劇也辛苦的 其實我也跟他們說 盡量希望有機會給他們休息 所以也不希望藝人太累 而且他們還這麼小 今天他來不到 他都可以 你會不會留下一會 然後安慰一下他 他還沒 他還沒 應該說會來 是嗎? 但我沒想到 我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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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啊 會啊 我想我馬上回公司 會盡量去瞭解這件事 另外呢 現在我會在這裡估計 如果GiGi真是亮相 叱測那群獎勵 將會成為無線的一位藝人 在Viu 在Viu節目上亮相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類似什麼呢 類似我們有個藝人拍電影 然後他又在金像獎拿獎 然後將它轉播在Viu 我們都可以這樣 因為始終它是一個轉播 你不能夠 你轉播就不能夠 我覺得就是一件事 還是一件事 雖然大家是Contra Artists 但是他是去拿獎 無論是歌獎 或者是電影 所有的獎項 他們如果真的在那裡 是另一個電視台轉播的 我們都不會阻止 今日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